国歌,国歌,小志佩奇,小志佩奇 其实公益不在乎有多有钱 其实你只要比较友好的看待这个社会 然后知道一点在社会上 在你不经意的一个角落里 有这样一些特殊的一些人群存在 你只要足够的包容它,理解它 我觉得就可以了 自闭症孩子他社交上面是比较欠缺的 这是他的一个大的困难 有一些当他有情绪的时候 因为他的语言不行 所以他会有一些刻板的自我强化 专注力比较弱 那么有更多的孩子 他在生活治理上是遇到一个大的困难 我们中心虽然是以艺术療育为特色 但是它都是有康复目标的 并不是说光是给孩子情感宣泄表达 这还是远远不够 它要的是一个氛围,一个场景 于是我们就加入了专注力的课程 也是上海定点的康复中心 再来,继续 对于我们一家公益组织来说 其实我们最大的困难和挑战 主要是现在上海这边 不管是房租成本还是人工成本都比较高 这次疫情我觉得对我们的影响还是蛮大的 我们是六月份开的 也就是说我们半年是没有收入的 房租是免了我们22天 其他时候一分没有免 该付的工资还是得付 后来就发现到了三月份 说还不能开课 我们也能理解 到了四月份还不能开课 然后我们当时已经有点慌了 我们在想,哎呀,这一直不能开课 家长一直在问 有的是他没有办法 有的是不知道怎么做 这些家庭会面临着他的精力 他的专业指导是否有足够的支持 于是我们就开始开网课 专门买了一个网课的平台 然后我们的网课就是老师从头开始编 开了网课以后就让家长去做打卡 叫家长整个在家里做康复训练 我们就一来上课我们都跟家长说 你们要做好心理准备 之前的努力可能我们不能说白费 但是这个孩子可能有退化 而且很大可能有退化 这几个月的走下来 大部分孩子都已经复课了 然后基本上还在陆续的在 正在努力的恢复到在疫情之前的这个状态 走 可以吃两次了 你可以吃两次冰冰冰 platform board using ad 我们的碰傲 有梦 估计 有梦 那